香港示威还在持续 大批民众昨天下午再度上街 抗议政府实施禁蒙面法 网民进化周末两天举办所谓的蒙面大派对 不顾禁令坚持蒙面上街抗议 而期间有暴徒沿路破坏许多政府设施 地铁站 银行和商店都遭到破坏 港府深夜发出谴责 并呼吁市民和暴徒切割 沿途派发怪客面具 示威者不顾政府颁布的禁蒙面法 坚持遮盖脸部 上街抗议 港民透过网络串联举办的蒙面大派对 星期六在香港登场 示威者在沙田集合 同时还高举首饰 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期间镇报警察到场戒备 不过没有展开任何驱散行动 示威过程中反送中歌曲 愿荣光归香港此起彼落 还有人高喊解散警队 我有权戴口罩等等口号 对于违反禁令戴口罩上街 一些年轻人坦言 他们其实也担心被捕 不过他们认为 这是他们守护自由的最后机会 香港持续了四个月的抗争 一直被标签为年轻人的事 不过星期六这天 许多头发花白的年长者 也站出来力挺年轻人 他们在警察总部外 静坐抗议48个小时 声援被捕的年轻人 并要求调查警员滥权 他们认为年轻人示威 可能会赔上自己的前途 但他们已经上了年纪 不需要再顾虑那么多 不管怎样 由于昨天的示威 依然出现暴徒 大肆破坏的情况 港府深夜随即发表声明 谴责暴徒行径 港府称暴徒的行为破坏安宁 威胁市民安全 向地铁站投掷汽油弹的行为 更是极度危险 港府呼吁市民和暴徒切割 全面协助政府恢复社会秩序 NTV7综合报道 EV5 9 % 1 7 1 感谢观看